国中男生未来也有机会免费接种HPV疫苗了 前行政院长陈建仁在任内拍板 最快明年将国中男学生纳入HPV的公费施打 不过到底是要针对14岁的国一男生 还是可追打到18岁 跟上国中女生的进度 目前是尚未定案 而卫福部长邱泰远表示 HPV疫苗对男性相关癌症预防很重要 现在已在严理预算 台湾也有望成为亚洲第一给HPV两性共同施打的国家